那在这章里面 我们讨论一个长期理论 那么长期理论 我们这章要讨论的是 一个国家的 它是总生产 它是怎么生产出来的 它生产的结果归随所有 那么最终归随分配 当然最后一个问题是 在这个生产结束之后 供给和需求能放相等 那么从一个长期趋势来 我们讨论这个问题 换句话来说 这章里面我们要讨论四个问题 第一个 总产出它是怎么生产出来的 第二个是生产出来的产品 归随所有 就是在这个分辨的时候 归随所有 第三个呢 虽然是分辨到每一个人 它不一定想用的 所以第三个问题是呢 最终是谁享受 谁使用 谁消费的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从这个大的 供给和需求的面 这两个来讨论 供给和需求 从长期来说 它能不能够来持续相等 能不能够趋向于相等 那么这是我们在这一章 要讨论的这个内容 那我们这一章讨论内容 是一个长期理论 考虑一个长期趋势 所以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假设 这个假设呢 其实针对长期经济而言 它是现实的 那么第一个呢 互币对经济没有影响 其实我们可以想想看 从长期而言 一个国家的互币供应量 你是增加 是减少 或者是不大的改变增长速度 从长期趋势而言 它不影响我们的脑洞力的投入 不影响我们的资源的使用 不影响我们的资本的积累 也不影响我们的技术的进步 所以它根本就 对我们的这个总产出 是没有影响的 总产出取决于一些 实际的生产能力 我们的劳动力的投入 我们的人力资本的增加情况 我们的物质资本的积累情况 还有我们有没有更多的专利 更多的创新 所带来的技术进步 这也决定着了 我们的生产出多少产品来 那么这一部分 跟货币是无关的 所以第一个假设就是了 我们假设货币对实体经济 是没有影响的 那么第二个就是一个 纯粹的理论上的一个假设 就是为了分析方面起见 我们暂时不考虑开放经济 我们只考虑了一个封闭经济 在一个国家内 在一个经济体内 它的生产 生产的分配 生产的使用 以及供求均衡问题 它是什么样的一个规律 当然你如果我们把开放经济 考虑进来的话 不影响基本的结论 那么既然如此的话 我们干脆简单一点 我们假设一个封闭经济 没有进口 没有出口 那么也没有资本流动 没有资本流出 也没有资本流入 没有外汇等等 没有任何和国际经济相关的这些东西 这是一个理论上的假设 只是为了分析方便起见 那么第三个假设 我们假设整个经济 是处在一个充分就业状态 那么所谓充分就业 指的是 所有的资源都得到充分利用 当然 特别是其中的劳动力 得到充分利用 愿意找工作的人都能找到工作 其实这个假设跟现实也是吻合的 从长期趋势来看 我们想想看 没有哪个人找不到工作的 虽然我们在今天有可能失业 或者你在明天有可能失业 但是从长期趋势来看 每一个想找工作的人 只要你愿意把工资略略降低一点 基本上都能找到工作的 所以长期趋势 是所有的劳动力都得到充分利用 这是一个假设 同时以复合长期经济的特点 那么第四个假设就是 一个纯粹理论上的 为了分析方面做了一个假设 我们假设各种各样生产要素的投入是既定的 我们劳动力是既定的 资本设备是既定的 那么技术也是既定的 还有这个人力资本等等 都是既定的 从长期趋势来看 我们假设这是既定的 当然这一点我们需要六周讨论 严格的说每一年我们的劳动力 我们的资本 我们的人力资本 还有我们的技术进步情况体现在创新 专利这个上面的技术进步情况 每一年都在发生变化的 但是因为我们不考虑货币对它的影响 那么我们不考虑供给和需求不相等这种情况 假设供给和需求都相等 而且这种增长带来产量增加了都能够实验出来 所以我们就干脆静态的讨论这个问题 我们假设每一年的这些劳动资本 人力资本技术 它是处在一个不变状态 如果你一定要考虑它是变化的 不影响结论 我们只为了分析方面起见 我们假设这些生产要素的投入是既定的 那么最后一个假设是 价格是充分灵活的调整 能够在市场供给需求的相互作用下 能够做出这个充分的调整 你比方说如果这个供给大于需求 粮食的供给大于需求 它的价格最终会降下来 或者说煤炭 煤炭的供给小于需求 有更多的需要 它的价格最终会上升上去 或者工资也是一样 如果有大量的失业 这个工资最终 货币工资最终会降下来 但是如果说我们出现劳工慌 出现更多的劳动需求 劳动供给量不够 这个时候的工资率 那么每小时工资 每周工资 每月工资 会逐渐这个上升 那这样的话 在这个市场机制的作用下 无论是价格也好 工资也好 他们都会做出充分的反应 那这一点是假设 同时也是非常现实的 很简单的道理 也许在一天两天三天内 那么有失业的时候 我的工资降不下来 但是过一个星期 过半个月 过一个月 过半年 如果始终处在这个劳动供给 大于劳动需求的状态 有大量的失业存在 那么长期而言 这个工资最终会降下来的 那么上面也是一样 也许有大量的产品积压 我绝不降价 我就要抗拒一段时间 我就要观望一段时间 再来觉得价格要不要降低 但是如果从长远来看 这个产品总是卖不出去 总是有积压 供给总是大于需求 那这样来的话 最终我不得不把这个价格降下来 所以从长期趋势来看 价格和工资 是可以做到充分灵活的调整的 那么这就是我们在长期理论里面 我们做的一些假设 而且这些假设 基本上和现实都是吻合的 那接下来我们首先看一下 第一个问题 生产的供给方面 其实这个很简单 我们要讨论的是 是什么决定了 我们在一定时期内 生产出来的总量 比方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 在2017年 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 82.17万亿人民币 那么这82.17万亿人民币 你可以看到 我们有多少公里的高速公路 又生产了多少列 复兴号的动车 然后生产了 建设了多少码头 多少电站等等 各种各样的产品 那么就体现在这个82.17万亿人民币里面 那在2017年 这些产品 粮食也好 高铁也好 书本也好 还有各种各样的金融服务 旅游服务也好 这些产品是怎么伸展出来的呢 为什么是82.17万亿人民币呢 这是我们在这个问题里面要讨论的 一般而言 一个经济体能够伸展出来的产量 取决于两个方面 第一个 我们有多少生产要素的投入 劳动 人力资本 物质资本 还有技术 有多少这些生产要素的投入 那么另外一方面 当我们把这些生产要素投入到金融中去 把它组织在一起成为一个工厂 成为一个生产过程 在把它们走在一起的时候 能够伸展出来的产量 能够增加多少产量 那么这是第二个方面 这是个生产函数的问题 所以决定一个国家或者一个经济的总产量的因素 两个方面 第一个呢 是生产要素的投入量 各种各样的生产要素 那么第二个就是呢 我们把这一投入转化成产出的能力 这个就是了生产函数 我们分别考虑一下这两个方面 首先我们看一下 我们把各种投入把它走织在一起 转化成产出的时候 这个过程 我们可以用一个生产函数来描述 做一个假设 我们为了方言一方面起见 尽管我们有劳动 有人力资本 有物质资本 还有技术 但是我们暂时假设了只有两个要素 那么一个是劳动 另外一个是资本 物质资本 那么劳动用L来表示 资本物质资本 我们用K来表示 我们把L和K 劳动和资本走在一起 生产出产量 这个产量我们用Y来表示 那么能够生产出来的产量 这个转化的过程 转化的比例 是一个用生产函数来表示的 也就是说Y 是这个L和K的函数 这个函数形式 我们用F来表示 显然这是一个真函数 那我们在前面说过 因为从这个长期而言 全部的要素都能够得到充分利用 而且为了简单起见 我们主演于长期内的某一个时点 那么在某一个时点上 显然这个劳动和资本是固定的 所以我们假设资本和劳动固定 那么固定的值 我们在这个课程里面 我们习惯于在这个符号上面打一盒 来表示它是一个固定值 比方说我们看到这个资本 资本我们用K一盒来表示 那么这是资本 它是一个常数 是个固定的量 然后还有这个劳动 劳动我们在上面打一盒 这地方是L一盒 这个是代表劳动的数量 它是一个固定的数值 从长远来看 有多少劳动 有多少资本 都能够得到充分利用 只要市场机制 能够良好起作用 而且长期内 是可以良好起作用的 所以全部的劳动和资本 都能够得到充分利用 那么这就意味着 我们伸展出来的产量 长期而言 是一个最大产量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产量 我们在这个函数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取决于 是K和L的函数 同时我们知道K是一个长数 L是一个长数 所以相应的 这样我们看到 1也是一个长数 那么这就是一个长期的总产数 这个总产数正好是我们在第二章里面 在前面一章里面 所提出的一个概念 我们叫做潜在的产量 或者叫做充分就业的产量 后面我们还会给出一个新的称呼 叫做自然率的产量 都是指了我把全部的生产要素 都充分利用起来 能够生产出来的最大产量 我们用这个当时的技术 能够生产出来的最大产量 所以这是产出的供给方面 我们下期见